娱乐至上小Y解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周最新的凤凰杯的比赛视频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丫头哥 也就是这边的大席对吧 前两天我们还做到过这个丫头哥这个ID的视频 应该有一点印象对不对 好另外一边的话是韩国的鬼王鲁西法 那鲁西法这周呢又是参加了这个凤凰杯 这边我们看到是直接丢下了祭坛 本族英雄首发的一个精灵 好我们来慢慢看一下这周的凤凰杯的战报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需要地图的朋友呢 已经给我发了很多了 然后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不用个微盘 或者用个网盘 我之前用了 然后我老是背三 就是我之前用希腊那个微盘啊 我大概传了大概40多张地图 然后我就说老是被那个希腊给屏蔽啊 我也是很郁闷老是被屏蔽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我就我就想着给大家发邮件了 其实我以前还是比较懒的 我还是想发那个微盘比较好一点 大家可以自己下载 赏得我在那边发来发去对不对 但是现在好像的确有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呢地图呢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的话我觉得邮件沟通也还OK 好吧还算每天再花个几分钟吧 给大家稍微的沟通一下 我觉得问题不大 对吧 所以你需要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 主要是发邮件的时候呢 还可以沟通一下别的事情 好小YTV at QQ.com 需要的话朋友可以跟我说一下啊 这个不管什么事情吧 你给我发邮件 我尽量给大家回复一下 好的那这边是DK首发 然后那个另外一边啊 微信的好友呢 真的是加满了 对这个真的加满了 然后回头我真的是要找个机会 再弄一个新的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的话是小YTV 小YTV 大家直接可以关注一下啊 每天都会给大家发一些新闻 然后魔兽世界的一个最新的 一个电影的信息啊 我已经发在微信公众号小YTV上面了 大概有十多张图吧 一些剧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面也是有比较多有趣的内容 我也是去网站上面call过来的 主要的方便大家这个方便浏览吧 很多人可能平时比较忙 没时间对吧 手机上拿开来看一看 还是可以的 好这边小狗 哎这小狗有点稍微的溜啊 窝伦这边首发 女王柳 女 哎就好像拍掉 啊好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一个怪没练完 我说怎么只有只有96点经验 少了一点 但是呢其实实际情况是 他这边还没有练完 怪不得是少了点经验 DK现在过来准备 哎这个好像有空间哦 有空间 哎哎小精灵过来一个自爆 爆到了这两两个这个骷髅 好这样的话DK抢一个四十八点 七十三点经验啊 对他还拿到了一个小精灵 那个一个一个一个经验 好的那这边我们看到小狗呢 是被这边的窝伦给毒杀 击杀掉这条小狗 DK继续的烧到这边小精灵 小精灵可以还躲一躲 刚刚这边骷髅是第一时间被人家爆掉了 哎哎散开来 散开来 这散开来的话人家不爆了 爆两个呢 不算特别亏 爆一个基本上肯定就亏了 对吧 这这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了 好的DK现在在这方家里面呢 是骚扰一下 小精灵地图上面该挂的地方都挂起来 然后二本科技升起来 小狗依然是一二三 可以考虑待会双线炼击一下 天已经黑了 天黑的时候呢 小狗一般会行动起来 双线炼击 去对方家里面压制 都是这个时间点 都是这个时间点啊 好的呢 我们看一下 哎 就前两天 收到一条信息啊 这条信息让我特别的感动 说呢 他呢 说跟我说 他说他跟他老爸一起看视频的 他呢 以前是他老爸玩游戏 然后呢 看魔后山 对吧 然后呢 他就跟他一起玩 我大概能想象 然后呢 他 他跟我后来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他老爸已经51岁了 51岁是什么概念啊 我我爸爸差不多 就我爸爸也就这个年纪 对 我我都快 对吧 我 这个真的非 就是很很想不到 50多51岁的人 看小歪的解说 我我真觉得还是蛮 蛮潮的蛮潮的 然后这个 最近好像说是 身体不是特别好 希望能祝福一下 对 50多岁 51岁啊 对 我以前遇到了最最高的一个年纪 看我视频的应该是46岁 我以前记得是 5051岁 这个 这个还是让我有点稍微吃惊 好的 鲁碎放进波狗杀上来 但是这条狗一 第一条手当其冲 这哥们真的是手当其冲啊 这对方一轮穿制 第一轮输出就直接把这条狗给打爆了 DK是内流满面 根本没办法救援这条狗 这真的也不快 不怪DK 好的 那这边鲁碎放上去以后发现不对 不对不对 兄弟你太凶了 这这这穿制部队 五个穿制加一个独标上去 这一条狗打得真的像猪头一样啊 好DK现在是卡位 这条狗问题不大 还有死亡残道可以救援一下 家里面阿文科技即将完成 放 哎 哦 这边有捕了一个通灵塔 我说这通灵塔怎么这么少 从这边看 我看到两个 两个有点稍微不够 待会二英雄都要砍人口啊 呃 鲁碎放应该是要二发一个那家了 这个 可能性很大 对 可能性很大 他往这边一放的话 那家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非常明显了 打法已经非常实在了 28人口 呃 大喜这边现在一切呢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 哎 我怎么感觉 哦 差不多 差不多 稍微慢了一点点 然后这边 哎哎哎 野外相遇 狗的话还是比较凶的 又是一起独标 给到了这边小狗 DK的话 反正死亡残道 塞一下 那家什么时候买 阿文科技已经完成 那家买出来 对 他这个明显的很啊 直接往中间 酒馆上面靠的 肯定是要出哪家了 现在是杀过来 准备好抓这边的一个小AC 而这条狗的话 肯定要被窝囊给活活追死 对 活活 其实像是最后一下被毒标给毒死的 看家里面 在那边这个六大厅 然后直视虎数两个 哎 这一波好像 如果说过去抓的话 阵阵好好啊 一个AC被减数 哎呦 减数的话就被带走了 两个数正好可以打掉 我觉得打数会更加实在啊 打这个兵 我觉得不急 这个数一打掉的话 那这个精灵就非常的亏了 一个被打掉 小精灵注意拉扯 井水该喝还得喝一下 一发C 一个毒标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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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毒标 一个C 同时过篮 好 这条狗极限拉开 最终还在被点死了 这不算极限玩开 拉得很极限 但是是死掉了 嘴方还有三个穿射 卧伦这边两击半 魔法喝了点井水 又有毒标了 又是一击毒标 敌克这边现在是没有篮 这样的话 这条狗是被反捕掉 一二三四 四条狗加两个英雄 然后知识古术的话 被打退一次 还能接受三本科技 依然是升起来 卧伦的话 可以考虑买个清醒 补点蓝 这个英雄到三级 是比较难了 现在这个情况 对于鲁西法来说 鲁西法是持续的压制 狗损失还比较多的 目前来说 拉回去的残血狗比较少 然后放下了屠宰场 过来压制 这边地 这个知识古术 又是这棵树 但如果这次压不掉的话 就有点亏了 好 卧伦这边是有一个清醒 这个毒标给到小狗 小狗这边有点疼 但是有一个死亡残道 可以救这条狗 那家继续减缩 杀那家有点难 因为我等我看了一下 是没难 没难的话 还拿他 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这英雄真的是 非常靠魔法吃饭 你没难 你就没地位 就没地位 对 这个有句话怎么说 古代一经常是什么 母瓶子贵 这个瓦的就是 瓦的人是平难而贵 他有难 就是爷爷 没难 那就是个渣渣 真的 这物理攻击 你靠他的那点物理攻击 真的是不行啊 不是说他攻击力不行 也不是什么 主要是他小生版 一般来说 他就是冲进去 独标各种技能甩一甩 然后再闪出来 对吧 是这么一个套路 讲的是爆发 但健身之中也不一样 健身之中虽然也是讲爆发 但是他那个爆发呢 是物理爆发 这个是魔法爆发 两个还是有个本质区别 啊 王林这边就 你看一般来说 没有人会把DK加很多攻击力 都是给DK什么撑 撑一些篮子上线啊 或者怎么样 会比较多一点 那那期就不一样 那期就可以加一些什么 智力的属性啊 给他增加一点攻击力 因为那期是一个很稳定的输出点 选择上是不一样的嘛 前两天 有人给我发邮件说啊 他说他最近非常想念一个 一个兵种叫金灵龙 他说啊 想起木了 他说 以前对吧 木的比赛 经常能看到金灵龙 现在都看不到 我说这个东西没办法 诶 独标 哎呀 这次独标就有点疼了 两级独标吧 应该啊 暗影突袭两级的 有DK被扎得有点深腾深腾啊 再一个独标 DK他生活都不能治理 别又是个独标 这个时候的物理攻击 一刀一刀还是有点疼的 DK被再扎了一轮 还好 这边DK是有光环 跑的还比较快啊 我等这个时候干好 又没难 要不把清醒给点下去 对这个清醒点下去 一发C 再A你一轮 好 清醒点下去 其实早点点会更好 跳过去 再A一下 我这这一下 物理攻击就有点吓人了 我们还刚刚真是 完全也不能忽视 他的一个物理攻击啊 跳过去一个一刀 逼出这边Lucefa的一个TP Lucefa这波是内流满面啊 被人家Warden是一个 一个闪烁过来 吓尿了 我们看到 Blink过来强杀你这边的一个英雄 你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的 那这边Warden准备好了 继续往下练及 他肯定是继续要练的 不练不行啊 对不对 好 现在三本科技已经完成 那这个熊呢 也是要吹一下啊 Lucefa这边呢 是自己选择练一点 两级DK 两级哪家 三发英雄 肯定是DH 没有任何疑问 然后蜘蛛 小狗 车子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 选择练一点 这车子在的话 补给人就很强了 而Warden这边 反老黄虫 直补一下 这身装备 是有点稍微尴尬 两个护甲 加一个加 一个加三 加五点护甲 四哥附体 有点有点稍微的悲催 Lucefa这边 我们看一下装备 是掉什么东西 掉了个头环吗 可能是啊 一定要掉了个头环 好 一本力量 这个可以吃一下 打Warden的时候呢 血多还是不出亏的 对 这真是一点都不出亏 再刷一下 这边大喜 现在赶紧的把这个蓝胖 白胖子给练掉 他这个英雄 等级提升效率 其实非常高了 那分分钟就四级了 单英雄三本科技 百分之三十经验 加成 就问你快不快 好的 三级的那家 两级DK 一级的Lich 那家倒是先升到三了 还是要靠DK到三 DK到三才有爆发力 那家这个英雄 插一下也可以 插插更健康 驱散骷髅 惊艳啊 这都是 卧伦表示这都是惊艳 主动求战 一个毒标甩给那家 那家表示疼 反了黄虫一加 兄弟们准备 这波强硬换 开战 卧伦这边顶输出 毁灭没有 毁灭没有 鲁西法这波选择 先把你这边的绿皮打掉 好 冲上去 那家被人家疯狂输出 那家表示疼 又是一击毒标 那家走了 那家真是走了 拿到了第一个人头 对 那这边我们看到 换下了一些熊 但是精灵的兵 会比较吃亏一点啊 英雄是上手先秒掉对方一个 DK现在还有200多点了 又干掉一头熊 毁灭已经飘出来 一个IC又倒掉 打另外一头熊 还有三头熊 瓦伦已经升到五级 五级的瓦伦 来 一个毒标 给到Litch Litch这边一发C DK自己发C 非常及时 又是一个Nord 干掉了一头熊 现在双方进行交换 瓦伦这边 现在是没有蓝 哎呀 5级瓦伦没蓝 打掉了一个假熊 又换下了一下 DK又一发C 有C发这个C扔的 非常的舒服 好 现在我们看到 还有1234个蜘蛛 亡灵的狗已经死光 精灵这边的熊 基本上也走远了 还剩下一头熊 拉开 瓦伦这边关键性是没有蓝 如果他带个蓝瓶会怎么样 带个蓝瓶的话 我觉得这个Litch肯定要被杀掉 DK现在已经没蓝了呀 对不对 他如果说这个时候 有个毒标上去 这我这其实根本 没地方躲呀 我们看到 这差距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这是什么 一人面罩什么东西的话 都会比这个东西好 好 现在我们看到 是这一波呢 是只是仅杀掉了 对方的一个娜家 但是自己的熊损失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的人口对比42人口 这边现在是48 瓦伦要不要去这边市场里面 看看有没有刷出来 一个大蓝瓶这种东西呀 我觉得有必要 很有必要来个大蓝瓶啊 瓦伦现在5级爆发力 已经非常的高了 好 三级的Litch 这波是直接让Litch 从1级升到3 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啊 好 DK买了个小无敌 防止待会儿 人家强杀自己的DK 其实已经有这样的空间了 三级的独标 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 把这东西要卖掉一个 卖掉一个 清醒 磕下去 蓝瓶肯尿要带一个 独球 蓝瓶肯尿要带 把这玩意儿给卖了 信我 蓝瓶肯尿要带的 蓝瓶至少带一个吧 300多块钱 有钱可以买个蓝瓶的 那现在 瓦伦这个装备 就是少了一个蓝瓶 他可能要去 他为什么不买蓝瓶呢 我比较好奇这一点啊 好 那家复活 那家有点惨啊 刚刚是三级 就你 就说你等级最高 打的就是你 当然他这个 其实不是这个原因啊 最主要原因是 他不能享受死亡残道 然后看了一下装备呢 又没有什么保密道具 这次就学过来了 买了个血瓶 卢瓷发表示 鸽吃一下掌一致 好 波伦过来 重修一下技能 隐身药水 可能是要刀散了 刀散了一个打法 要增加整个部队的输出 而不是单体的 对某个英雄的一个输出了 卢瓷发这波 是纠集了54人口的部队 这边49人口 这波技能看来 要防守一波 瓦等准备好回家 他本来是想要 应该隐身瓦等 去对方家里面 屠农 对吧 但是现在可能有点时间 有点紧急 对方已经到家里面来了 我觉得这波去屠农 还是有空间的 先进去刀散一把 再一个两个 至少杀两个农民 我觉得没什么大的压力 砍一下没砍出来 一个 鲁斯坊这个也是有点醉啊 杀几个四个 好的漂亮 再单传回家 小精灵过来修一下 哎呦 我觉得小精灵要出去暴蓝 这波要打传的话 小精灵一定要坐下 拉出去几个暴蓝 爆掉对方了 麦娜 就这波肯定要冲出去 窝伦一个刀散 先把一条狗给散死 窝伦注意好自己的站位 哎呦呦呦呦 当心五级半了 法兰黄通一家毁变 能不能吸到 好像没有吸到 好插一下 熊这边一个倒下 反正刀散又一把 一个熊死掉 这个胖子塞了一下 蜘蛛埋地埋下去 窝伦这边还有180多点蓝 再拍 又是一个挪 一个熊 两个熊中减速 一个熊死掉 窝伦这边现在还有300点蓝 蓝很多 再刀散有没有 刀散再散起来 独标给到这边那一个那家那家这边 直接吃下一个血瓶 窝伦这边顶起无敌 来看下一个刀散 那家这个无敌已经到点 交换过去 再把刀散 窝伦这边什么时候到五级 哎呦到六级 还早还早 DK这边也残掉了 其实现在整个王林的英雄等级 血量都已经有点稍微的着击了 这个时候很关系 双方其实都很危险 窝伦这边瞬间补给好 看窝伦能不能一个人 AP 叫RPG对方的所有部队 又是一个刀散 一个胖子死掉 窝伦这边现在顶住 血瓶可以吃了 又是一个刀散 血瓶吃掉 注意好保命 紧水再喝 喝喝喝喝 喝饱了 喝饱了再干 戳 不铲血 DK注意一点 你发C 能不能杀一下DK DK没有保命道具了 这个DK我有想法 这个DK我有想法 赏粉 又是个刀散 我靠 那家也死掉了 我靠 这六级了 六级了哥哥们 大招扔出来 nice 好 这一波 哎呦 这这惨烈的很啊 我这这 我这边再一个独标 给到DK 这波部队基本上已经全球覆没 鲁西法这边现在是强行跟他钢啊 这波不能回去啊 再回去肯定没去 对吧 直接吃掉了一个胖子 鲁西法也是大手笔 将这个支撑鼓鼠给打掉 那这样的话没法出熊了 哎呀 精灵这边没有办法出兵了 最最尴尬的事情 我们看到没法出兵 现在抗Warden真的是RPG了 真的是抗RPG了 对吧 没有办法出兵了 没法出熊 这场迷赛非常的刺激啊 鲁西法也是强行钢一波啊 他这个时候不能走 而且这边手动进去点掉这方清醒 非常注意细节 这个时候Warden有蓝就是爷爷啊 没蓝就是个憋三 好 这边现在又点掉个车子 鲁西法现在跟人家无敌的东西打 好像有点吃亏 无敌的 你怎么办嘛 好往后撤一下 家里面那家 可能还是要再复活一下 34人口 这波拼得非常惨烈 精灵最关键一点 就是两个咨识鼓书都被打掉了 这导致他没法出兵 在下方不去两个仅nek 这个很尴尬啊 哎 但是我们看到鲁西法非常机智 过来 这个点上面 哎呀 两个酯就在下面 哎 被吸引过去了 车子往下 车子看到这个点 这肯定要打掉你これ 出兵建筑的 这一波必须让你出羾 建筑出不了 只要你出不了兵 对鲁西法来说 被赛就不会特别大 就现在你就是光棍英雄 打光棍 而且你这个大招一旦到 ODC没撕体的话 没什么用 就没什么用 所以现在 现在这边对于这个 大喜来说 他最大 哎呦 这个哥们被打掉了 直接升一级 四级的那个 这个时候 所以话就要保证 你没法出兵 然后 哎呦 这个真是 现在这个窝人 有点尴尬 就一个人 真的是一个人 独标 招散 DK往后面钻 然后DK不行 就吃蜘蛛 反正这个时候 就肯定是蜘蛛当大血拼一样 吃了 埋地钻下去 赶紧补血 傻反 来继续刀扇 继续刀扇 但是这好像这样不行啊 这样不行啊 我能有点招不住 这关键是没有熊啊 要有熊什么的 反暖环冲套一套 真是舒服的很 现在双车 双车的进行搏击 一个NC连接 哎 这个C被躲掉了 神奇的很 又是个刀扇 哎呀 哎呀 真的是没有 两个知识武术被打掉了 应该说真的非常尴尬 一个C干掉了 我的 打出了GG 哎呀 这场比赛居然说 最终鲁西方是刚下来了 有点不可思议 赢得非常的艰难 我一度以为 我等升到6级以后就OK了 但是没想到啊 鲁西方是把对方的两个知识武术给打掉 导致这个大喜事没法出兵 这个倒是真是没想到 没法出兵是一个非常窘迫的事情 没法没钱啊 有钱也没办法 对不对 两个知识武术都被打掉了 所以没法出熊了 没有熊没有路 只有一个我等在那边孤家寡人 一个最终的话 被鲁西方是强行压下来 打这个鲁西方里面的 这个胖子也是立下了汉满功劳 当时DK残血 鲁西方DK怒吃一个胖子 瞬间就 相当于吃了个大鸡腿 对吧 血量瞬间饱满了 好的 也是恭喜鲁西方 这场比赛赢的真的是非常的凶险 非常凶险啊 好的 也是恭喜鲁西方 拿下本场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